你别跑啊 回来回来 嘿 这件的衣服 这袋东西是我在泰国逛了一天 当地的土味玩具店之后买到的 一共花了人民币350 对 你没看错 这确实是个傲创 然后还有一代模型 两代Pokemon Trading Cards 还有这个好像是个体感遥控的无人机吧 当地的玩具店是泰国大姐和小学生推荐的 这个故事还要从一只蝙蝠 不是 从那个早晨说起 按多天之前 出发 我觉得可以先到前台找个小姐去问一下 在我印象当中 要找一个当地特色的玩具店 应该是很容易的对吧 谁家每个小孩不买玩具呢 对吧 除非泰国人不想一国家二代政策 那也可以 他自己小时候总买过玩具吧 我真是万万没想到 现实上来就用一把叫做英语的锤子 把我按在地上砸 他甚至不愿意尝试与我重新交流 而是对我说 他说你别带着血吧 我要给其他人办check out 大姐你当我傻的吗 check out方卡丢给你就行了明明 大堂里其他人早就办完了 明明是在等出租车好吗 算了 活人还能给真操带憋死吗 所以我的简洁行动方理就是 打开谷歌地图搜索附近最近的小学 然后冲过去 因为小学门口 不可能没有小卖补 喂你还真把学校建在山上啊 围长路三层下面十多次上面铁炸了 就差四个脚放忘了 再举手了好吧 你们不记得小学生放约都直接课回各家了吗 都没有一点课余秀节娱乐的吗 学校对面店铺卖汽油又是什么鬼 你看看别人家学校放学的都居在小店 玩手机喝茶吃 你知道你们是怎么回事 于是跋涉在冰天雪地中冷脑色色发抖的奶酱 看着手里的火柴依然舍不得打车 依靠着双脚往来时的路前行 因为刚才路上好像看到一个小商场 感觉可能会有商店卖玩具 那边卖成经历周边的摊位 好像有个小姐姐看起来还挺稳静的 似乎是中学生 感觉可以交流问问看 我绝对不是看他们小小年纪早恋 才故意去打扰人家的 你看看人家小姐姐超nice 说了两句就主动带我上去找 这年头说自己是YouTuber 是不是就跟以前说 自己是新闻记者一样 特别容易激发大家的热心 然后这个小姐姐顶多看起来15岁 但整个体态气质非常成熟从容 作为非英语母语国家的中学生来说 这个交流感我认为很有可能是国际学校了 反正肯定是一位从小家料很好的学霸 旁边这个应该是男票 相比就比较青色的可爱学生的感觉 反正肯定也是好学生 你看小姐姐说带我上楼看之后 回身对他男票挥挥手让他跟上来 小姐姐很帅有点A的 结果她说了楼上玩具店就是 一个抓娃娃机的摊位 女人的嘴骗人的鬼啊 等等这边有几个游手好仙小伙子 你们总归会买玩具的吧 来问问他们 泰国中小学不学英语的吗 工作日下午三点就放学了 不知道要去上补习班吗 好吧也许人家只是不想聊我 所以故意装听不懂的 终于这次我学聪明了 两个在闲聊的商场前大姐 这会儿你们不忙吧 不忙没理由拒绝我了 会讲英语不 会的会的 好我直接掏出手机 在哪里能买玩具 拜托你直接给我输个地址 看到没有 这效果立竿见影 我出门之后走转直径300米 右转过马路200米 再走转150米 马路对面就是一家玩具市场 你他娘的给我解释解释 什么他娘的叫他娘的天堂 这气派到吓人 庞大而不适整齐的货架上 摆放着 真阳高 真雄爪 真录 吉他被死 电子芯 BB箱 软烂箱 锡盘箱 防浪高 假乐高 山寨乐高 优球 宝灵球 玻璃探球 巴比娃娃 变形娃娃 冲泻娃娃 山地车 越野车 公交车 大把车 去幼儿园的车 以及这自助是无人打扰了 轻松的购物环境 哎不是 人呢 怎么没人啊 你们这么大个店 扔这也不怕货架 都被人拆走了 还有你们泰国当地的市场 让一个只会受 缅甸语的老姐 看电影有什么操作 得亏那时候 疫情还没爆发 不然我这手机 请不要用 五十六十六度的双黄脸 消毒半个小时啊 不过好歹 在用谷歌翻译 交流的一顿之后呢 我知道了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坏消息是 这边是一个批发市场 所有东西 起码都是九个一板 组在一起 而且还不能拆开卖 来这边一般都是下线的 那些小店铺的店主 过来采购 拿回去卖的 我买完去捡垃圾 一个可以 一次拣九个一样的回去 我就算买得起 行李箱也放不下 你问好消息是什么 好消息就是 谷歌翻译的语音识别 确实挺好用的 无奈之家忍痛放弃 还好电影小姐姐说 隔壁那家店可以买 于是我离开这个 被中国产 城海出口货填满的批发市场 来到了这个 被中国产 城海出口货填充的 零售市场 这家店面规模更大 货物的种类和价格 区间跨度更广 忙着采购的店主 也明显更多 大家都洋溢着 鼠年新年的气氛 好像哪里不太对 就是说什么年代 谁要一次进 那么多小商品回去卖 当然是要走 丰富产品线的路子 对不对 这一家店的品类数量 就能吊打三家 反抖城家两家哈姆类似 虽然肯定没有 掏个家玩具多 你卖架子股很正常 不错 有滑板非常溜 牛逼 你怎么连热熔胶都卖 好吧 最后买了这个自营车模型 和这只无人机 是不是很可爱吗 就是结账时候 还真没想到 这无人机打完折 还有一千态出 人民币两百多的 看完了接地戏的玩具 我想回去之前 再最后去看一下 之前那个小姐说过的 可以去本地最大的 festival商场 看一看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冷的天 大车又贵 好几公里应该 怎么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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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玩具店呢 我放这儿 这不大一个玩具店呢 哪儿去了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 说好了玩具店呢 说好了你们都在这边 买玩具了 连个连锁的玩具店都没有 大哥 别这样 女人的嘴 骗人的鬼 不埋了 回家 之前在最后挣扎一下 我在街边上 这个基卡农篮游场 看到有小一点的 年纪小一点的 学生在打篮球 我去找他们问一下 I'm a YouTuber and I'm looking for some place to purchase some toys YouTuber Yeah yeah right What's the name for What's the name for My name I'm from China and here's my channel Sorry I'm shooting toys reviews Guys please Do you know some way I can purchase some toys You know I'm in the small stores or cheaper I can't see I can't play toys róż No God no Sure Everyone buys toys right Yeah but I didn't I boi toys i boi na toys 我 marin 的人 有个名字吗 对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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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边上打篮球的小学生他们给了我这样一个地址 我选择用今天最后的时间来相信他们 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地方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这冰天雪地的距离又远 打车又贵 怎么去呢 怎么去呢 啊 就是这里呢 原来是一家模型店跟国内的非常类似 可惜一进门老板就说不让牌 而且全程都有一个店员在后面跟着我 哇 干嘛呀 怕人偷东西吗 我真的好烦这种啊 所以我在这家店人民币20多买到两代正品的Pokemon卡 一支一支泰铢200块 也就是人民币50左右的 奥创 对 50块钱 我当时真的没细看灰酒店拆包装才发现 诶 上面这个孩子宝的logo是好玩 诶 没错 是汉语拼音 最搞笑的是这支奥创的包装上面 还有一个老的价格标签写是499泰铢 可能是因为太多年都无人问津了 老板才降价又贴了一个199上去 为啥这么推测呢 因为我拆开那个声光功能电视舱 我发现电池已经露叶袖蚀了我的天 至于这个玩具本身呢 这个脸 你们看看像不像大力哥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 也不要怕 微笑着面对他 本来想着 哎呦 终于被我带到一个嘲笑泰国山寨货的街会 结果发现自己的脸打得啪啪响 反正说的那两代台版Pokemon是日本产的 其他这次买的玩具全是美丁拆的 诶 我想啥的肯定啊 在批发市场那买的自行车模型人民币50块钱 整体确实很不错 朋友来我家看到了都夸好可爱啊 然后链条虽然是橡皮筋的 但也是模拟成了死飞的可以移动 总体来说非常值 另外就这支无人机深圳产的人民币200块钱 用佩带在手上的体感游空气来控制 然后重力感应 红外壁杖应有尽有 工具螺丝 替换奖页也是齐全的 就你们这个说明书 为什么只有英文和中文啊 哦 我知道了 一定是故意让泰国小朋友觉得是进口高级货 对不对 哎呦 续航还达到惊人的6分钟 哎呦 来来来我们开机开遥控对屏试看 因为疫情不能出门 但是我们可以在家试飞啊 虽然说他会精准的往我机箱后面的线里钻 虽然说他没有顶部避杖 所以一直会往天花板上顶着飞 虽然说我试了半天也没成功弄弄他的体感 但是我被他的肩墙打动了 他丢出去就能自动洗击 奖页和电池盖掉了 依然在坚持工作 甚至你可以用他来邀请你喜欢的人 你可以对他说 来我家玩不 我家的猫 不是 我家的无人机 回后空翻 哇哇哇哇 曾经自己 像抚平一样无依 对爱情莫名的恐惧 但是天让我遇见了你 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大约可以预测 泰国大部分玩具市场果然也是被国货占据了 不管是城海兵工厂还是深圳制造 都是让人不得不服啊 或许他们也和国内一样 十几天已经受到了电商的冲击 但是我也没办法定论了 毕竟从这一天的见闻来看 他们玩的东西还是比较经典的 包括Pokemon和游戏王随时都可以看到 街边有一桌人在对战 这个场景可能是在被手机游戏血洗的国内 很多朋友从小到大都没见过的 不知道来泰国开桌游吧有没有搞头啊 好吧那本期视频内容就是这样子 然后感谢各位的陪伴 祝各位待在家里都能吃好喝好玩好 这是乃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